我讲今讲到现在 把今中一滴的精华 完全透露图 供养给诸位 为什么呢 时间到了 我不能不告诉你们 往后 我讲今不在讲台上 在录音时则是影红 若有众生 闻其光明 微神功德 日夜称说 自省不断 随意所愿 各尊其多 这段经文一定要回备 为什么呢 太重要了 人家也有问题 怎样修行 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句就答复完了 你要能照这样做的话 肯定往生 这个地方 光明 是佛的智慧 是佛的智慧 威神 是佛的教诲 功德 是 阿弥陀佛 修随正乎 建立西方 极乐世界 一阵 庄严 这是他的功德 我们再说的前显一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讲的光明 就是本心的道理 理论 道理是光明 威德 是他里面所讲的方法 包括四十八页 日夜乘舍 置信不断 这就是方法了 不能间断了 佛讲经 讲到现在 把经中 一厘的精华 完全透露出 供养给诸位 为什么呢 时间到了 我不能不告诉你们 往后 我讲经不在讲台上 在录音时 在摄影棚 我不会再公开 讲经 讲演 我不搞这些 我要闭关了 不是普通官房 是摄影棚的官房 我闭关 还是讲经 录像 将来诸位 听我讲经 是从 电视 荧幕上 看到 所以我现在 不能不讲 我讲的就是 这个话了 昼夜乘书 置信 不断 我们学佛 办佛学院 还可以放个家 永远不能成功 你要知道 念佛 念三个月 三个月 紧紧扶齐 日夜不断 圆满之后 给诸位说 放一天假 你就完蛋 你的心 马上就乱了 放上三天假 再一个月 再一个月都不能恢复 放上一个月的假 三年都不能恢复 佛不放假 谁放假 母放假 你们这个地方 你看看 我们佛学院 这是培训班 必放假了 要某鬼怪 就来诱惑你们了 马上就上圈套了 很悲哀啊 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你们查查大藏经 释迦牟尼佛 哪一天放假 大藏经 你们去找这看 哪一天 佛休假一天 大众放假了一天 没有啊 佛没有休假 没有放假 我们来休假放假 专门替魔制造机会 错了 大错特错了 佛教给我们的功夫 年年秘密 日夜不间断 我们才能成就 才能入佛境界 真正想成就的 要不要把这部经 从头到尾听圆满呢 有云 当然了 没有云 说老实话 没有必要 只要把这部经里头 某一段 你真的搞清楚 你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一身受持 永无间断 保证你上上平我身 哪里面的 哪里要这么多 哪里要这么麻烦 我说的话 真话 不是假话 每天 我就听着一听 一天 听八个小时 一生 不中断 这个人 肯定 可悟 肯定 正果 你要问什么原因 这是佛说的 他得定 他一生当中 他就听着一段 就听着一个小时 他心是定 他不散乱 一头经上讲的 一心不乱 他得到 一心是定 是念佛三昧 不乱是会 他得一心不乱了 佛所说的一切经 他都通达了 我这个慌 你们能相信吗 果然真的相信 你还要不要念佛修院 没有必要 你看看 古来大德 这祖师大德 哪一个是佛修院毕业的 我们从历史上 不明的 进出宗的 庐山慧元大师 哪个佛修院毕业的 善道大师 是哪个培训班 培养出来的 连持偶遗 那个佛修院 他们怎么能成为 祖师大德 他们的光明 并避兆是方 影响到今天 没有变 一门深乎 常识寻修 日夜趁熟 置信不断 就这么点句话 他成了大功 往生自在 随意所愿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想多住几年 不该死 实在说 住不住世界 不是自己意思 自己还有意思 那是凡夫 那妄想分别 知者没放下 那住世不住世的 原因在哪里呢 在众生 换一句话 还有众生可渡 多住几天 没有众生可渡 马上走了 众生这么多 那不是渡不尽吗 不是 可渡 众生 能信 能解 能行 能证 这叫可渡 如果没有这种众生 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他就走了 或者到他方世界 叫他众生 不一定在此地 他是到处漫游的 绝不是一定 住打的地方 哪里有云 哪里去 横顺众生 随起功德 大臣经常常常常常的 应以什么神得度 就信什么神 应说什么法 就说什么法 统统没有一定 随意 随意 这大自在 一切自在 一切自在 即一切无碍 一切一切圆成 圆满成就 融通无碍 才愈自在 这是 世尊 总结前吻 赞叹 发葬比丘 修 修 俯显 深远的 大厦 才能够 累积 无量 无边的 种种功德 这是修 修 古德所感的 是 与一切 伏了 得到自在 这一切自在 就是 一切无碍 障碍 都没有了 可以 随意 变换 一切 圆满 成就 这是大成教 常常教导 我们 我们能够 将一切 放下 世出 世间 一切 法 必须 知道 这一切 法 无所有 一切 必须 必须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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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法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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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不是自然现象的什么 自信是唯一的真实存在 它不是现象 所以无所得了 我们有得失的这个念头 这就是无实无名 这就是所有烦恼障碍的根源 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就坚信了 什么叫坚信 得大自在就是坚信 也就是一切法圆满成就了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有感 你能同时应一切众生 这大自在 无量众生有感 无量众生你就能应 就像我们眼前的屏幕一样 屏幕就是这些 里面的画面 千变万化幻想 就好比是 舍法界一阵庄严 什么地方有感 什么地方就有印 屏幕 每一个方寸 每一个点 它都印 千变万化 像还原观众讲的 畜生无尽 畜生无尽是印 我们其实跟著佛如来 毫无差别 所以佛给我们讲真话 我们听不懂 真话是什么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本来称佛 称佛是什么意思 就是此地这两句话了 那加上前面一句三句 一切自在 一切无碍 一切原诚 这就叫成佛 这三句 就在我们先前了 就在当下了 非常可惜的 我们自己不认识 这叫谜 谜 谜 它还是起作用 它还是一切自在 因为我们谜了 我们有分别执着 就不自在了 你想想看 去掉分别执着 就自在了 有分别执着 不自在了 本来一切无碍 现在有了分别执着 它障碍就来了 无量无边的障碍 本来是一切原诚 一切原诚就像是报错一样 那也是因为妄想分别之处 一切原诚就像是一切原诚 一切原诚变成了 变成十八戒 变成六道 变成三土 变成三土 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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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原诚 一针发现是真的 没变 是自己看错了 不是真变了 真变怎么会变 是自己误会了 我妈把屏幕比作自信 自信就居足着善德 自在无碍远程 迷的人怎么样呢 这影像在屏幕上出现了 这人着急了 哎呀我被染污了 我不喜欢这个景象 这景象被染污了自信 就这么个情形 那一刹那之间 这景象又坏了 他始终没觉悟 因为一直都是在染污 殊不知 根本就没有染污 那惠南大师告诉我 本知情境 没染我 本我动摇 没动啊 自信没动啊 那这个离根寺 都有相当的深度 老同修 老同修 亲近多少年的 我这个说法 你会有一点悟处 初学的人听不懂啊 啊 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 没见性的 我们的智慧 德相啊 是修德 是你修得来的 啊 你从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里面修得的 啊 也能修得很像佛菩萨 就是无名烦恼没破 就差这一层 啊 这些道理啊 我们都很清楚了 啊 修学的方法 我们也懂了 就是没有真干 啊 很想真干 总是做的不像 原因在哪里呢 烦恼习气太重了 啊 这个科学家讲 潜意识 啊 啊 他把意识分为两类 一种是明显的 邪意识 我们知道 我们起心动念 在那想什么 这是很明显的意识 啊 潜意识 自己不知道 啊 啊 但是 他常常起作用 啊 啊 比如 自己 没有想想 哎 豁然这个印象先前了 这印象太深了 不想他也先前了 不想他也先前了 那 啊 这是什么 这是属于潜意识 啊 他才起作用 这个很可怕了 我们怎样训练 把起意识 潜意识 潜意识 前面那些东西 不善的东西 把它换掉 啊 让我们起心动念 都是佛菩萨 起心动念 都是极乐世界 这就决定往生 啊 确实不知不求 没有有意去想他 啊 佛菩萨常常先前 啊 我们一般人讲啊 现在你脑海之中啊 你自己很清楚 别人不知道啊 啊 啊 这个说法并不很深 人人都能够懂得 啊 这是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啊 也就是说我们 在记忆里面 记忆是属于潜意识 阿赖也是 乐谢的印象很深刻 没有办法把它除掉 啊 它起作用 它来引导你 啊 不善的影响 会影响你不知不觉的去做不善的事情 这不善的事情不想做 不是你有愿意去做的 哎 它也就做了 这是潜意识产生的力量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呢 训练自己就比什么都重要了 啊 那应当时时刻刻刻加深 我们阿赖也里面这个 印象 佛的印象 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 一佛念佛 一是想啊 啊 心里面想佛 口里头念佛 啊 心情 在定中见 在梦中见 啊 啊 当来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不会再离开佛了 由此可止 修行人地壮大死 就是要把阿赖耶里面的记忆 也换成阿弥陀佛 过去 无论是顺境逆境 善缘物缘 都要用阿弥陀佛 都要用无量寿经 把它取而代之 也就是过去这些 这个印象太深了 缘太深了 现在我们要把佛 把无量寿经 把阿弥陀佛的印象加深 天天干这个工作 这叫真念佛 你心里头真有佛了 佛在你心中 这才是你这一生 第一桩大死 这个大死修成功了 就恭喜你 你脱离六道轮回了 你脱离舍法界了 你必定往生进度 极乐世界 是变法界 虚空界里面的佛教大学 阿弥陀佛是校长 三个学位 无上正等正觉 是博士学位 正等正觉 是说死学位 正觉 那就是学士学位 得到这个学位 得到正等正觉 称他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学士 如果他得到的是正等正觉 他就叫做菩萨 菩萨是向他说死 他要正等究竟圆满了 无上正等正觉 称他做佛陀 好比说波士 最高的学位 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 佛 菩萨 阿弥陀佛 是佛教里面 学位的名称 那再跟你讲 像地藏菩萨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学位里面 加上你所学的 科目 文学 博士 理学博士 数学博士 语文博士 你学这不一样 菩萨名称是这个意思 观音菩萨可多了 无量无边 数不清啊 观音菩萨 比如说是理学博士 对对对 学理工 理学的人多 公学博士 学公学的多 义学博士 学义的多 这些菩萨名称 是 菩萨上 加上他所学习的 是这个意思 不是一个人 那时候观音菩萨 你认为他一个人错了 哪指一个人呢 菩萨师 说死 文学说死 文学说死多少人 太多了 你指定某个人 还得把名字加上去 摸摸摸摸文学不死 那这么指他一个人 这个要懂 明白这个道理了 佛门里头 或者佛门里外 沉默人走菩萨什么菩萨菩萨 你就不会执着了 你称他是观音菩萨 他是不是西方三圣 站在阿弥陀佛旁边那个观音菩萨 不是的 观音菩萨太多了 站在阿弥陀佛旁边不是的 那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观音菩萨 某某学校教务长 观音菩萨是他的学位的名称 他得到这个学位了 极乐世界是学校 校长是阿弥陀佛 教务长是观音菩萨 殉道长是大师之菩萨 这搞清楚啊 佛不是一个人 阿弥陀佛也不是一个人 前面给你们报告 阿弥陀佛是所有祝福共同的称号 因为他的意思是无量局 哪一尊佛都是无量局 所以只要大车大悟 民心兼心都可以成为无量局 可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阿弥陀佛说他特别 特别在哪里呢 他发四十八年 他建立极乐世界 这一尊阿弥陀佛 不是一般的阿弥陀佛 至于佛家这些名称 叫通号 不是某一个人专有点 而且受菩萨了 大菩萨小菩萨差别很大了 花音经上我们都看到 菩萨五十亿个阶级 这五十亿个阶级 通通学文学 那都叫文学菩萨 他由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到五十亿年级 那程度相差 太大了 一年级不能跟十年级比 十年级不能跟二十年级比 差远了 五十亿个阶级 第五十亿个阶级是等级 等级修满了就毕业了 毕业才是妙旧 才叫成佛 博士学位拿到了 所以这些我们不能不懂 所以佛法确确实实 它跟宗教不一样 它跟学校很相似 确确实实它是教育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佛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过过都是 无上真正正确 只是你迷了你不知道 你才变成反复 现在设立这个学校 帮助你回头 帮助你回归本就 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 我们修进度 念佛 真正想求往生 菩萨在此地为我们做示范 告诉我们怎样修许 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 这一点非常重要 确定不能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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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善导大师说过 进宗法门 万修万人取 一个都不会落实的 可是 时至今日 念佛的人多 真正往生的人 很少 很少 这个话 大年 五十年前 台中 李老师 常熟 他以台中 连世 为例子 年幼 跟他 修复 接受他的 教诲 他说 一万个念佛人当中 真正往生 只有三五个人 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细心观察 深深反省 我们学佛 有没有故事 如果有故事 不能往生 你不能怪佛菩萨 不能怪经典 也不能怪别人 总是自作自受 这个道理 不能不知道 菩萨 自觉 觉到 能生到极乐世界 都是自觉 不自觉 不能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 依旧是 依旧奉献 为 受法界众生 做好榜样 这就是理他 理他这些事情 只要自己做得好 祝福如来 替你宣扬啊 用不着自己说 他们 神 赌注众生 一输正法 这两句 非常重要 杜注众生 是四红十愿的第一 众生 无比 是愿度 怎么个度法 一言说正法 就是杜众生的方法 一言是什么 一言是把它做出来 我们从经典上 所学到的 一定要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待人 一切出一切事都在表演 表演什么 表演佛陀的教会 特别是阿弥陀佛的教会 今天佛华帅 不能万修万人去 就是真正懂得的人 他少了 跟在我身边 几十年 几十年的人 都没学到 全学错了 学拼了 学邪了 这种人太多 不仅是在我身边 我们回过头来想想 李老师在世的时候 跟他学的人多少 学拼了 有多少 学邪了的人 有多少 你要细心观察 冷静地反省 你就明白了 你就能觉察到了 师尊 视线 在这个世界 八相成道 当中 严肃正法 四十九年 天天表演 给我们看 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 今天展开 经典 我们也看不到 也体会不到 为什么原因呢 下面这几句 我们太陌生了 以无碍会 皆法如荣 我们没有这个社会 我们执着 我们执着一切法 好像是真有 与一切法 尽固执着 不能放下 不能放下 就是所知障 如果对法不能够了解 那就是烦恼障 这两种障碍 这两种障碍 同学们要特别留意我的话 我的话说的 不是说给外人听的 自己 归于学府 归于授戒 几十年了 还不信佛法 这真的不是假的 我出家 两年之后 这首节 离开戒谈 到台中 去见老师 这个是 谢老师 再陪的恩德 佛门的礼貌 我到台中 在时光图书馆的门口 老师在里面看到了 纸皱 很大声音叫 你要幸福 你要幸福 讲了十几句 我也呆了 我学佛 七年 出家 出家就教佛学院 教了两年 再收集 学佛九年了 他怎么教我 是要我幸福 我不懂啊 进去之后 老师叫我坐下来 告诉我 你感到奇怪 我是感到奇怪 不幸福 我怎么会去研究经教 不幸福 我怎么会去出家呢 又怎么会去收接 又怎么会去收接 做店之后 老师告诉我 你知道什么 什么叫做心 我答不出来 老师说 你没有做到 你就没有心了 我才华人答 他老师 他老人家告诉我 有些老和尚 一辈子 到老死 都不幸福 我明白了 佛给我们讲的实相 做到了没有 三规 做到了没有 五戒 做到了没有 六合走到了没有 其他不必说了 让我们回想到 洪夫子说的两句话 若有主公之才之美 使教且令其与这不足观影 这是孔子的标准 什么标准呢 君子的标准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傲慢 有没有吝啬 吝啬从哪里看 从基督看 有没有基督心 基督就是吝啬 所以细心也反省 我们的毛病太多了 这是老师讲信的标准 让我们回过头来 去反省 没有孝顺父母 就是不省 敬业三福 这是尽重 最高的指导原则 只有这一句话 第一条里面四句 我们有没有做到 孝养父母 奉仕四长 慈心不杀 修饰人也 在尽重入门呢 这四句 完全讲的是世界法 我们经本一打开 善男子善女人 这是善的标准 这四句话做到了 才是善男子善女人 如果这四句话没做到 我不是 怎么能说我信佛呢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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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х神兵必准 阿尼陀佛 暗 是